也得相对那么简单单纯 她的政治心机非常重 善于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善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保全自己 而且她作为个女人来讲 十六群背后的私生活 和她的主子武则天 包括后来的伟皇后都一脉相承 所以她并不像我们影视剧里描述的 那么单纯 那么可爱 那么正片 那么这一次把她的墓葬发觉一下 是不是有特别新的发现呢 结果我们发现呢 新的发现我们眼下还没有完全找出来 或者说没有完全公布 但是新的谜团又产生了 因为这个墓葬为什么可以确定无疑是上光碗的呢 首先一个这里头呢 有墓志 写得清清楚楚 上光碗怎么怎么回事什么的 而且这个墓志那字体非常潇洒漂亮 可以肯定是出自当时明家之手 是谁的还不知道 再一个呢 这个墓葬呢 总共有五眼天井 说五眼天井 那就是五进的院落 当时天子高 也不过是七进院落 五眼得是什么呢 宰相以上级别的 比如说那对上光碗就经过宰相吗 那是个称呼 他后来上光碗呢 等于是呢 入宫了 唐忠忠李显呢 封他为昭容 他算是皇上的女人了 所以这个五眼天井这墓葬规格呢 正好和他的身份相配 一般人是很难获得这样的待遇 史料也有记载 从他的这个官职来说 唐忠忠的这个糟容应该是正二品的 从墓葬玄制来看 应该符合他的身份的 所以这些特征决定了 这确实是上光碗目 说那由此一来 谜团从哪来呢 你都想不到这墓里头被破坏的程度 有人说那很正常啊 那盗墓的横行 那被破坏太正常 还不是 因为从史料记载来说 这一个时段 唐代的宫廷变化比较大 那么像这个 从这个墓葬的破坏情况来看 不像是一个一般盗墓所能做的 因为我们一般盗墓啊 只是把很有值钱的东西拿走 而对于墓葬本身的结构 都不会破坏的 可是这个墓毁的特别彻底 不仅是东西给毁了 就里边原来搭坟的这些砖头瓦块啊 木头什么的 彻底给毁了 就感觉这个人来了呢 不是说为了就是这个盗墓来了 不是为拿东西 而是把你这墓彻底毁掉 我就让你原先建制这些特别豪华漂亮的全毁了 彻底否定你这个人 就好像和上光碗呢 有深仇大恨一样 那上光碗既然在当时处于那么高位置 怎么会出现这个相关呢 那么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团呢 恐怕我们得从上光碗他一生参与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 从这里寻找答案 前面我们说这个上光碗呢 他祖父上光仪 这算是碗是出身名门 可后来也没得着好 因为他祖父起草了一个要废掉武则天的教书 他也跟着吃瓜落了 但是上光碗呢 继承了他祖父非常好的文学细胞 咱们有很多朋友在大学上中文的 你要翻看那个中国文学史的话 上光碗和他祖父上光仪都有一本 其中诗词领域里头有一种体叫上光体 就是上光仪创造的 这个上光仪呢 是唐太宗 唐高宗时候的重申 反正他这个诗词写的呢 写诗呢 基本都是以吹捧当时的皇上掌权者为主要目的 但是这个人很有才 要不然没法形成叫上光体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 律师啊 刚开始形成 上光仪呢 对文字这种雕琢呢 在一定程度推动了律师的发展 到了上光碗儿这呢 把这些继承下来 但是题材呢 比他祖父光值得歌功颂德 比这个视野要开阔 而且上光网儿呢 利用自己手里权利呢 对于这些文字好的 诗写的不错的人 给予奖赏 等于也在客观上呢 进一步把唐诗推向了一个高峰 这是在文学史上 我们无法磨灭上光网儿功绩的地方 他也因此呢 在文学史上有一笔 算得上一个很有名的女诗人 有才华 那么相反呢 我们在政治斗争领域 上光网儿的表现 和影视剧里的反差其实是很大的 他跟武则天的时候呢 他帮助武则天呢 处理一些朝政 能批奏折 所以武则天很赏识他 结果上光网儿那时候就进入了武则天统治的一个核心 手头掌握的权力 那可是不小 但是上光网儿和武则天也不都是和谐相处 有一个传闻很有意思 所以这上光网儿呢 你看武则天这么些男宠 又徐傲曹 又张昌中 张一芝 又王怀仁 王怀义的 所以也就在宫里头呢 跟着个武则天的男宠之一张昌中 人长得漂亮 哎 他俩就勾勾搭搭 他有一天在屋里边俩人正聊天呢 然后那天格格密解着 正近乎呢 武则天回来了 一看干嘛 我的男人你多敢动 放肆 可一看这都出血了 赶紧爆炸 好了之后呢 是不是留个疤吗 难看呢 再有人问你这疤怎么来的 说当今皇上 女皇武则天给我来一件 说为什么 我跟他男宠勾搭 不好听这个 所以他被遮着手呢 往而就在这额头这儿啊 唠了一个梅花的印 哎 还挺漂亮 后来宫里有很多人一看 哎 这漂亮 有的人也学他在额头上弄个梅花什么的 哎 当时管这叫红梅庄 后来还留下来了 咱们现在很多朋友看唐朝时候的一些绘画作品 很多女人额头这 弄个梅花的印 那么这个事也间接地说明呢 他和武则天呢 也不是那么融洽 当然再说半军如半虎嘛 上官晚的聪明就在这儿 他知道武则天虽然是当女皇了 但是这等于把中国历史翻了个天 李唐家都是不会轻易这么善罢甘休的 所以上官晚一面奉迎武则天 另外一面呢 也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 也和李唐的这些皇族啊 密切往来 后来到公元705年 武则天当时已经非常衰老了 这时候 李唐宗是发动了神龙政变 上官晚上在里边呢 和外头的中宗李显等于是里应外合 最后李显登基 唐中宗 武则天驾崩 这晚上是武则天的人呢 跟这不行 没有 反而长行事了 干嘛呢 反而进宫里成了皇上的女人了 被封为昭容 昭容就是皇上的嫔妃之一 地位挺高 可能仅次于当时中宗李显的伟皇后 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那个时候上官晚上已经42岁了 早过了女人的黄金年龄 而且她和中宗李显两个人也没有什么感情 因为很早的时候呢 这个婉儿呢 曾经和前朝的皇太子有过一段感情 后来太子李显被废 被废那诏书就是上官晚上起草的 所以通过这个残酷的这种人事斗争啊 婉儿已经很成熟了 这个时候 与其说她进宫当了中宗李显的女人 还不如说是政治联姻 她由于配合李显登基 李显就赏了她这么个位置 其实双方是一种政治上的交换 也就是说这个事一点不能说明她和李显有什么感情 无论是婚前婚后都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这个时候上官晚上私生活另外一面显露出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中宗李显的皇后 伟皇后也是一个大女人 她一心想效仿自己这婆婆母子天 也想是啊 我这个手握重拳 这伟皇后呢 和她女儿安乐公主呢 这两脸算是 她是脾气相同 是不是 都喜欢招仙男丑 反正把家里弄得有点乱七八糟 那时候中宗李显呢 身体也不好 也管不了这事 上官晚上跟他们呢 沆瀣一气 上官晚上当时呢 一个情人是谁呢 就是伍则天的侄子伍三思 虽然伍则天当时驾崩了 但是伍三思依然是全情朝野 他成了上官晚上的情人 为啥 这都有互相需要的 伍赛斯也需要婉儿在后宫呢 能够提供公平斗争的及时信息 他在外边好应变 有好处 当然婉儿不止这一个成人 还有个美男子叫崔石 当过中书侍郎的 这个人长得也很漂亮 他和这个婉儿也够大 后来婉儿也给他提供了很多好处 但是这个时候 婉儿也看出来了 李唐皇室面临着深重的危机 这个伍皇后啊 野心越来越大 当时的皇太子呢 叫李崇峻 李崇峻呢 是李显的儿子 但可不是伍皇后生的 所以这李崇峻一看呢 伍皇后不待见他 早晚要废腾 得 我先下手为强吧 因为我们说唐朝啊 皇室发生政变非常多见 你最早李世民不就靠选我们兵变上来呢 所以这李崇峻领着人 打不攻击 当时呢 把这伍皇后啊 和这个中宗李显吓坏了 这得保命啊 说他为什么打起来呢 这些人得找替罪养 说那就上官婉儿平常 因为婉儿当时还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说就他 有些这政令主意都塌出的 就想把婉儿交出去 让李崇峻给处死换个活命盒 但是这时候婉儿看出女丈夫了不起 处变不惊 他就和中宗李显吓坏后说 说二位啊 你以为把我交出去 你就可以平息叛乱吗 你做不到 你看不看出太子这家事 那哪是冲我啊 分明是冲皇后和陛下两位来的 他恐怕杀了我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弄死你们两位 这一番话其实是有梦多人 宗宗李显和伟王 我赶紧登上城门楼 号召御林军 倒戈嘛 你死我活着 结果很多跟着李同俊杀进攻的御林军 并不愿意这么干 当时就倒戈了 最后还把李同俊给弄死了 所以你看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 上官婉儿凭着自己的机制 在这之后他越来越发现 不能跟着伟皇后 一个阵这么混 李昂宗室 他是惹不起的 后来等到中宗李显驾崩的时候 上官婉儿利用自己手里权力起草个遗诏 他是怎么起草的呢 就是太子李重茂 就李重俊的弟弟登基 然后呢 伟皇后辅政 作为皇太后辅政 然后外边朝廷的事呢 请了这个李重茂的叔叔 就是中宗李显的弟弟李大 由他来当所谓的摄政王 他把这遗诏起草好了 可是伟皇后不甘心有人跟他分权 把这李大就给扒了一边下来 你别辅政了 结果后来这个斗争发展形势 果然不出这个上官婉儿所料 李昂宗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伟皇后和李昂宗室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 李旦的儿子李隆基 我说这仨字很多人知道 就是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 他带兵杀金功力 最后诛杀伟皇后 自己登基作建 成了后来的唐玄宗 那么上官婉儿这个时候 把当年他起草的遗诏打出来 说给李隆基看 说你看看 当年我是向着你们的 他想搁这个换一条活命 可是李隆基一想不行 这上官婉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 今天帮这明天帮那个 我要是留他保不起哪天 他和谁一勾结把我弄倒了 所以尽管他很欣赏 上官婉儿的才华和能力 此人为货根留不得 命令手底人 把上官婉儿推出去就杀了 所以婉儿是命上 唐玄宗李隆基手里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谢谢大家